甩賓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阿 我們是問路人 是問路人 欸,我們從今天開始 要進行一個新的節目系列 叫做 把妹指南 哇賽 聽起來好酷喔 什麼把妹指南阿 欸,事情是這樣 我們當初在 我們在錄紅藥丸三部曲的時候 最原本的時候是開放的嘛 讓大家聽的 然後我們有在講紅藥丸九鐵則 就是用那個直接照The Resume No Mail這本書來錄 獲得的回想非常的好 後來就有個朋友建議我們說 那你們可以把所有這種很經典的書 都拿出來講啊 哇!如雷貫耳啊! 他說的真是好 我怎麼沒有想到 所以在這個朋友給了我這個建議 過了快兩個月的現在 我們終於開 沒錯! 你看我們的行動速度就是這麼的迅速 對!我們經過兩個月堅實的準備 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錄這個系列了 那這個指南系列呢 我們現在就叫指南系列 預計會分成兩個part 一個part就是把媒指南 那我們就會去選取一些我們心中 就是經典的把媒書籍 那目前會以有出版的書籍為主 那那些沒有經過出版社出版的 我們暫時不會選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對!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系列 就會叫做人生指南 人生指南呢 就是我們也會選一些經典的書籍 但它就是可能比較對我們人生有幫助的書籍 來去進行我們的解釋各自的想法 這個錄音這樣子做成不同的節目 所以現在分清楚了齁 一個就是把媒指南 一個就是人生指南 OK! 那我們把媒指南選的第一本書是什麼呢? 相信各位在標題 在標題已經看到了 就是脫離好人幫 哇! 好! 那我現在簡略簡略的介紹一下這個 脫離好人幫的作者 這個作者呢 是稱號搭訕教主的鄭框宇 如果是最近才接觸把妹的朋友們 可能不知道這號人物 但是如果是跟我們白馬一樣 在大概十年前接觸的 或是像我一樣 我也是在十年前剛好就認識 知道這款這號人物 他十年前算是個想當當的人物 那他後來還自稱是什麼 亞洲第一激勵達人 就十年後的現在就比較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我們其實也不太去他現在在幹嘛 但是既然他是十年前是個教主級的人物 我們還是要給他一點應有的尊重這樣子 好! 那介紹的作者 我們現在來介紹好人幫這本書 脫離好人幫這本書呢 我當初買的那個版本 他是在2007年11月出版的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2007年了 已經13年過去了 我的天啊 這真的是教主級骨灰級的人物啊 那白馬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本書大概在講什麼啊 這本書在當時還沒有那麼盛行把妹這個東西的時候 真的是滿一種新鮮的觀點啦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啊 在感情的路上常常會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書裡面他就有講到 在前年裡面就有講到好人的故事 看這個真的是景點 我來帶大家看一下 他一開始就是說 有一種人啊 他認為 跟人相處就是要大家好來好去 然後 他覺得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要為別人好啊 如果自己 這件事情他自己不喜歡啊 但是如果可以幫助到別人讓別人開心 那他就會去做 很多時候都這樣 特別是對自己親愛的女人都會這樣做 所以 那聽起來人真的很好啊 對啊就是個非常好的人 然後他就會想說用這些方式幫女人寫作業啊 幫女人修電腦啊 然後再女生上下學啊 上下班啊 就會覺得可以得到他的方心 嗯 然後確實啊 有些女生他可能一開始會跟他很好 好到說每天會去集聊天 然後講電話 然後半夜的時候還是會傳一些很溫馨的 對 傳一些很溫馨的簡訊這樣 然後 然後可能每天都有那個溫馨的接送啊 有那個會載到女生啊 早餐 對然後 男生就會覺得哇太棒了 最後一天這個女生會變成 這個就是我的戀愛故事 哈哈 這個等一下再講 就會覺得 哇這個女生要變成我的女朋友了 然後 你看嘛 好人常常這樣幻想著 書裡就這樣一些 然後 結果直到有一天呢 欸 發生了奇怪的事情 女生越來越冷了 欸 怎麼會傳簡訊都越來越慢回 而且傳訊息的文字量越來越少 最後面子是這樣 嗯 喔 呵呵 哭哭 然後 好像是說 不想跟你聊了 希望你去找其他人聊 哇 怎麼會這樣子呢 他怎麼不理我呢 對 然後 好人就會說 你看喔 他怎麼描述 他說好人開始納悶 到底怎麼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然後會想要打電話去問那個女生 可是 又打不出去 他不敢打 因為他怕他打了之後 會得到他不想要的那個答案 就是 你被發卡了 哇 好人卡 對啊 現在這個年代可能已經有人不知道好人卡是什麼了耶 會嗎 會嗎 我覺得會啊 你想我們的聽眾如果有那種17歲的 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好人卡是什麼 是喔 好 反正好人卡就是 你 被喜歡的女生說你是個好人 但我覺得 你比較適合更好的人 就是被委婉的拒絕了啦 對啊 我們還是當朋友就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個性上還是當朋友會比當情人開心 因為當情人的話 也許哪天我們分手了 我們就沒有彼此了 會 見面會很大 哇 真的是很會講耶 我講的都是以前我的故事啊 就是以前我們還沒有學 就我自己啦 是還沒有學game的時候 就真的是這樣啊 沒有 以前被發卡的故事 然後我自己也是啊 對啊 然後 他前演後面就開始分析說 好人他們這樣子做 會進入一個循環 就是為什麼他們遇到這個女生這樣子之後 然後後面又遇到一個女生 結果還是一樣 然後一直歸大牆一直歸大牆 結果都沒有談過戀愛 結果最後面跟誰結婚 跟相親的對象結婚 然後結果相親的對象比他還要有感情經歷 然後心裡面雖然會覺得說 喔 已經是我的老婆啦 可是我就是覺得好像有這麼一點遺憾 我好像要跟那個我的老婆一樣 以前是個有經歷的人 然後經歷過這麼多的感情 交往對象之後 然後再選出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真愛這樣 嗯哼 但是就沒有辦法 因為這就是好人的命運 嗯哼 我必須說啦 鄭寬宇這個人確實蠻會行銷的 因為他在寫這一段的時候 應該讓不少人覺得 幹!中了! 他寫的就是我 喔! 我必須老實說 我當初看到這本書 我九年前看到的時候 我當時真的是有看到犯雷 對 看到犯雷 我就覺得說他講的那個什麼 女生突然變冷啊 然後還有突然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最後面還一直鬼打槍 一直重複這個循環的時候 幹!我就想說這就是我國高中 到大一的那個時候 都是這個樣子啊 嗯哼 對!那壞男人就不一樣了 他在講完好人的故事之後 他就有說有另外一派人 他們就是所謂的壞男人 他們不是真的壞 不是真的殺人放火 或者是欺負別人感情 對!而是他們的性格很吸引女人 就是他們很自以為是 然後有自己的原則 不會被女生凹 然後有時候講話還很急巴 還會屌女人 就是你們想的那一種 會一直嗆女人 但是那些女人表面上 會罵他們喔 就說欸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啊 但是... 喔你真的很討厭耶 背後會跟其他女人一起 一起談論這個男生 怎樣怎樣怎樣 哪裡不好 可是心裡面 潛意識裡面 卻是受這個男生的起義 卻是愛他們愛得要死 我當初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哇幹! 居然是這個樣子耶 就... 剛接觸GAME的時候 真的受到滿大的衝擊 那個時候啦 以前就是常常在社會制約時期 會聽到 什麼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啊 以前我都覺得 幹這是什麼 這傻小啊 叫男人變壞喔 我才不要耶 我才不要去抽菸喝酒刺青 然後去當八家酒耶 我知道八家酒很多正妹喜歡的 可是我就是不要變成那樣 我才不要變壞男的 可是看到這個的時候 才發現說 喔所謂的壞男人不是... 不是那個意思 對 是說很重視自己 比較愛自己 然後有自己的原則 女人會受他們吸引 嗯哼 對阿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這本書的目的呢 就是教這些好人們 怎麼樣 變成有壞男人的那種氣質 然後讓你可以吸引到 更多的女生 脫離你現在的單身生活 嗯哼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啦 就是他在形容好人的時候 他其實都有講啊 這個好人通常就是 個性溫和啊 忠厚老實 善良 對啊 就是我們大家以前都是這樣的人啊 不知不覺就 就走歪路了 我是覺得我自己還是很忠厚老實 我是不知道你們怎麼想的 就錄到這邊就好了 說真的我以前啊 以前大學的時候 也是剛讀大學的時候 真的覺得說 嗯別人開心就好 我自己哭沒關係 我就是 嗯 展現就是快快樂樂 跟大家好來好去就好了 但是其實就是 我把不到妹啊 還是說我犧牲了很多 但是我成就了別人的快樂 但是我很想哭 沒關係 我躲起來哭就好了 我都這樣想耶 好浪漫主義喔 就那個時候真的都這樣想耶 就是那個前年裡面 講的那種典型的那種好人啊 嗯 對啊 好 那現在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各自 一開始怎麼接觸到這本書好了 那 我先從我自己說起啦 我自己 喔 我覺得這本書真的是很奇妙 我接觸到這本書之前 我最早接觸 正空語的 其實是要搭散聖經那本書 然後 那本書是 就是我在那時候跟國中曖昧的女生 在去那個高雄大圓柏頂樓的那個成品書局 逛 在逛書局的時候 逛到的 我想哇靠 搭散聖經什麼鬼東西啊 他在那邊看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後來那個女生回家寫那個 那時候喜歡寫《無名小戰》嘛 他就寫了一篇網誌說什麼 今天跟我約會很開心怎樣怎樣 直到我拿起那本書 他就說哇 李楊怎麼會看這種書啊 看什麼 把妹聖經 明明就叫搭散聖經 他亂寫 我還記得他寫錯 天啊 印象深刻 那反正就是 大概是這本書開啟了 我就知道正空語這個人 結果後來就是有一次 在我們學校圖書館 國中喔 國中圖書館 在看有什麼書的時候 然後就是看到這本 脫離好人幫 那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看作者 正空語 欸我好像看過他的書耶 我就把他借回去看 這就是我接觸到這本書的契機啊 超扯的 我真的覺得 在國中收錄 圖書館收錄這種書 真的是很棒 非常棒 真的超棒 對啊 我應該要就是 以後如果沒有出書啊 我就要 回饋嘛 對對對 弄個一箱回饋 然後送我的國中啊 我的高中 這樣好這樣好 我要送給我的國小 所以我大概是在十年前 接觸到這本書 那阿翰呢 我 我是跟 怎麼講啊 其實我是因為阿亮的關係 所以才會接觸到這本書 就是那時候 大概高一高二那時候 就是 也是很匱乏的一個人 然後就是 如同前年裡面講的那種好人一樣 就是 每天就是跟女生在那邊講 喔認識一個新的 然後 在前大概一個禮拜之前 哇 啊 突然覺得哇 這個希望的光 漸漸的 明亮了起來 結果 過沒多久 就開始就是 如同書裡面講的 就是 然後就是 漸漸的 就沒有音訊了 然後就 到底殺小 是怎麼了嗎 然後就 每天都在想說 是怎麼了 是怎麼了 然後就是 那時候 剛好網路上面 上面有一個團體 剛好出來 然後就說 什麼什麼 喬的嗎 對對對 然後就說 可以拯救你的 那個什麼 感情啊 兩性啊 然後就感覺 這個光碗 非常的專業 這種可信都很佳 然後就後來 大概過了一個禮拜 我就覺得這個 完全沒有什麼批喬用 他們太追求才是這個 就是 那時候我就已經覺得 沒批用 然後 後來 後來就是 剛好出 那時候跟阿亮有在交流 然後可能就 有交流到這個部分 然後他就 他就說 欸我那邊 的那個書啊 不然你就拿去看啊 怎樣的 然後 他就借我看了 嗯 然後 我必須老實說 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這本書到底在攻殺小 我看不到 你怎麼看每一本書 你都覺得這本書在攻殺小 我覺得這本書不是說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對 我覺得是我的問題 我覺得 我看不懂 因為這個 東西裡面的觀念 那時候 跟那時候的 我是非常的 就是完全不會有干系 什麼東西啊 就是跟剛剛白馬講的 一定要當壞 壞人嗎 一定要 就是人家說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一定要嗎 阿不能就跟人家這樣好來好去嗎 然後 後來就是看一看 看一看就 哇 就上癮了 然後就看一看 嗚嗚嗚 這本書好棒喔 對啊 然後我就 完全以這個 就是想說 喔 這個真的超棒 然後 鳳為歸孽 一直在裡面 就是覺得說 我要用 我要把這些東西 用在 我的生活上面 這樣我一定就是 那時候就會覺得 信心滿滿 覺得我要接下來 把面沒有問題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啦 我接觸就是大概在 對 那看來我們都差不多 我也是高一的時候 在我們學校的書展 我看到的第一本 比大禪聖經還早 叫做 第一次大禪就上手 就是大禪聖經 還沒有改版之前 喔 然後 我當時因為 讀男校就很想要 認識女生 所以我對那類的書 就很有興趣 我就拿出來翻 就是跟阿良 你逛廚店那個時候一樣 對啊 我們就是有共同的興趣啊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 在這邊 那我那個時候翻 我那個時候是 有看到一些小技巧啦 但因為時間有限 然後又不敢去做 所以 大概就只是知道 有這本書 然後知道 鄭桓宇這個人 然後是一直到 我大二的時候 因為 剛剛講的 把妹路上一直受挫 然後後來在 某個書店 看到了 鄭桓宇他的 好幾本書 就擺在那邊 然後我就看到 欸 搭禪聖經耶 跟我那個時候看了 第一次搭禪 第一次搭禪又上手 有什麼不同 就一樣就把它拿出來看 然後 我跟阿亮一樣 也是先從搭禪聖經 之後才知道 脫離好人幫 對 然後 其實我剛剛說 看到壞男人啊 一開始我 是因為 是因為 鄭桓宇的關係才搞懂 壞男人 他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我的那個定義 是在 大三聖經裡面讀到的 所以我後來在看 脫離好人幫的時候 我並沒有覺得 哪裡不懂 而且再加上說 我可能高中 就已經有在讀一些 心理學的東西 所以 脫離好人幫 然後那個時候 對我來說就是 就完全 中 然後他講的方法 我又完全懂 所以就把它奉回歸孽 就真的把它 我那個時候 真的把那25條信念 給全部背下來 因為我不想要 幹太酷了吧 因為我不想要忽略 任何一條 就是我能做的 那些信念 你如果那個時候 10年前如果你問我 就是第幾條是什麼 我那個時候是 可以很快的馬上跟你們講 現在的話 因為太久沒用了 就是大概 記得一半 大概就這樣啦 嗯 好 那所以剛剛前面有介紹到 這本書所形容的 好人壞人的概念嘛 那這個其實就有點像 我們後來說的 什麼工具人啊 對不對 好人就變工具人 他就變更便宜了吧 然後壞人就有點像玩咖 欸對不對 壞人玩咖 還是有點便宜的感覺 到後來現在女生常會說 男生是渣男吧 幹 渣男這個range超廣的 只要他們不爽的 都是渣男 反正就是 再套到現在 紅曉丸盛行之後 就很有名的就是 alpha跟beta的概念嘛 那其實都跟這個 好人壞人的概念 是蠻像的 所以 你看我們今天為什麼會 在我們的 把妹指南第一集 會挑選這本書 就這本書 你看就是我們都是 很早很早接觸 可以算是我們的啟蒙書 然後 而且很多他的觀念 我們放到現在來看 也是絲毫不落伍的喔 那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觀念 是有一些過時啦 不太一樣的觀念 畢竟也是 你看2007年出版的書了 那這個我們在慢慢談論到 這本書的 內容的過程中 就會慢慢提到 好 那現在我們就 進入主題 開宗明義的第一條 信念是什麼呢 好 我來念給大家聽 信念一啊 信念一 好人 相信要愛別人 比愛自己多 以女生的快樂 為自己的快樂 而 壞男人 相信要愛別人之前 應該要先愛自己 絕對不會做出違背自己原則的事情 喔 聽了這個 大家有沒有覺得 好像 還蠻耳熟的 當然耳熟 我的意思是說 你看 不要違背自己原則的事情啊 這跟我們 九鐵則的第一條好像啊 是啊 是啊 是不是 大家覺得 哇這個東西真的是 不過其實 講一講九鐵則確實也是 大約在那個年代的時候出的東西 只是最新才進台灣而已 對啊 好啊離題了離題了 我們帶大家回來 所以 你看嘛 好人相信要愛別人 比愛自己多嘛 就像前面白馬介紹的啊 就是啊 好人都會以別人的快樂 尤其是女生 自己喜歡的女生的快樂 為自己的快樂 可是這樣 這麼做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們不用看 我們甚至不用看他書裡寫什麼內容 我們就 我們就完全抓出來嘛 就直接講 你就可以知道說 當他以別人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的時候 他就是把別人 放得比自己還重嘛 尤其是自己喜歡的女生 他就把自己喜歡的女生 放得比自己還重 那他就會 然後就開始去做討好的動作 跪舔的動作 然後 你的框架就不見了吧 就變蒼蠅了 對 對啊 那你們怎麼想 我是覺得 現在回來看就是 非常的理所當然 就是這樣啊 這麼理所當然 那我覺得就這樣啊 我今天就這樣啦 好 好 謝謝大家 這個就一個名詞嘛 好人壞人 但是 很簡單 就像他講的壞人 就是把自己擺第一位啊 以自己 自己有原則啊 對啊 好人 很簡單就是迎合討好 那 你就反過來想 有一個人在迎合討好你 當然一開始 你一定會跟他好來好去啊 所以 當然我們一開始 像以前的我 我就可以明白說 一開始 大家都好來好去 因為剛認識嘛 然後對你也不熟 但是到後來 變成說 你是一個 很無聊的人 很乏味的人 就是 欸我不管講什麼 你都說好 或是說 欸 我明明就想要詢問的意見 但是你就一直說 喔不會啊 我覺得你 說的都很好 而且我覺得你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 那種感覺就是 有點太過 那種 同的有點太過 其實 只要是人都可以感覺得到 對 尤其是女生 他們的 社交直覺很高 等於就是這樣啊 如果有個人 一直無條件的 一直對你好 然後一直捧你 一直 那個 你就覺得怪怪的 這個人他背後 一定是有什麼目的 非奸即盜 那你看 好人背後 你看 好人嘛 那背後是不是有什麼目的 有啊 他就是不知道怎麼跟女孩子相處啊 他就想說 那我就 稱讚女生啊 捧女生啊 甜女生啊 他就會對我的好感度 就會提高啊 所以 對啊 非奸即盜啊 確實你看好人真的是好人嗎 這個有一句啊 不圖小力 必有大謀啦 你對女生那麼好 沒有錯 又說那邊 不求回報 那你的大謀是什麼 就是想上他嘛 你就是想騙人家尿尿的地方嘛 對啊 騙人家尿尿的地方 所以你看 像 鄭空瑜在這本書裡面 就寫 我們從小到大受的教育 都說他當一個專心痴情的男人 我們要對女人好啊 就是要專意啊 我們要持續對女人付出 才會得到回報啊 你看 小說 電視電影裡面 都是這樣演的啊 對不對 什麼 他舉的例子是金庸的段譽啊 日據 101次求婚啊 你看我就想到那個什麼 那個大人哥 那不叫什麼 我可能不會愛你 哇 痴情的咧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 後來常常講的社會制約嘛 藍藥丸 或者是 對啊 藍藥丸世界的洗腦嘛 那所以你看 後來 這句話又說 你看我們在現實裡面啊 從各位的親身經驗 周遭朋友的故事來看 欸 這種小說跟電視劇裡面的這些內容 都真的只會出現這小說跟電視劇裡面 對 因為現實生活中就不是這樣的啊 而且其實到現在 你看2007年的書 可是到現在還是 一坨拉庫的人都還是這樣 你還是可以看到 沒錯 正妹旁邊有一大堆藏尼 在那邊跪田 欸這個就是 為什麼當時我們在錄 紅藥丸酒鐵車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 這不是1.0時期就講過了嗎 在這裡 沒錯 對啊 在這裡就跟你們講了 就是我們現在所受到的很多 關於愛情的觀念 很多都是來自於小說 連續劇 偶像劇那些 那不就是紅藥丸裡面講的 南藥丸的制約嗎 嗯哼 對啊 那 呃 我必須說啊 你們剛剛有提到說就是 好人跟壞男人就像是 阿發跟β 然後就等於魯蛇跟玩家嘛 然後在以前 也是跟正框宇同時期的斑馬 他其實把這個東西分得更細 他分成四個等級 最底下的叫做好人 第二層叫朋友 第三層叫玩家 第四層才叫做情人 但是就我們現在來看 其實你當玩家也沒什麼不好啊 嗯 就只是你沒有 一對一的長期關係 確定關係 那在1.0的時期其實 可能還不太有那種 鼓吹轉盤子 然後不一定要談 一對一穩定交往長期關係的這種信念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他們會把情人 就是一樣也是一對一的長期關係 把它放在最上等 然後把玩家放在情人的下面這樣子 嗯哼 對 不過這有點離題了啦 我必須說啦 這一條我在看的時候 其實當時對我有很大的衝擊 那 以前啊 我在看這一條的時候 它上面的例子不是在說什麼 幫女人寫報告嗎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很欣豐這個 所以當女生要求我幫她寫作業還是什麼 幫她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那個警戒感就會上來 哈哈哈哈 對 可是我就記得有一次 有一次是某個 我在網路上認識的女生 她就是因為也是要考老師 然後她寫了一篇自傳 然後她知道我是中文系 國文系畢業的 她就說能不能幫她看一下自傳這樣 那其實這是可以的啊 嗯 但是因為以前就太怕 太害怕當好人了 所以當被女人 怕掉架 當被女人這樣子要求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喔要等價交換啊 要用價值交換 我就說那你就是 請我一杯飲料 我才要幫你看這樣 嗯 但我當時 忘了跟她講的態度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有一點說 也沒什麼 也不是什麼大事 然後就硬要這樣子game女生 嗯 她就會覺得說你... 她就很生氣 她就說你不想看你就說嘛 在那邊鬧什麼 這個... 這個東西對我來... 一開始對我來說是還蠻有用的 可是用到最後面 嗯 就是... 有點用到過度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 反而會讓女生覺得說 你就... 一個小氣巴拉的男人 不知道在計較什麼 對啊 自私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其實也很有感啊 因為就是她在這裡面說的 她有貼一個對話紀錄嘛 重點就是說什麼 不要被女生凹嘛 那時候我就是看到這個啊 就是因為跟你很像 我就是想說 我就是把這個當招用了 你知道 但是晚上你是跟 一群女生出去玩吧 跟一群女生出去玩喔 很不錯喔 然後但是 我忘記中間了 反正就是可能某個女生 要求我幫她幹嘛幹嘛 其實就只是那種舉手之勞的小事而已 可是我就覺得說我才不要啊 為什麼 我才不會被你凹 對啊 就是有點過度了啦 就把這當招啊 因為想說 這樣就可以顯示出我的原則了 我的那個 就實際上就是 這其實就是出發點錯了啦 像我很喜歡她在書上面 寫一段啊 就說欸 好人啊 至理名言就是 愛是無私奉獻 失去自我 完全為了對方 這就是愛 是嗎 是嗎 是這樣嗎 然後也想到洪耀丸第六條啊 男人 女人不會用男人 其他愛男人的方式來愛男人 嗯 就這個啊 男人的浪漫主義嘛 對啊 無私奉獻 失去自我 對啦 這最早以前都是這樣想啊 就被洗腦啊 沒辦法 好啊 所以這一條 我覺得你們也講的差不多 我剛剛其實已經有一點帶到那個反思的部分了啦 就是說 雖然說他講壞男人的信念 確實是可以吸引到女生 但是畢竟這個1.0的東西啊 嗯 我們還是會在不懂的時候把它當招來用 所以會造成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使用過度的問題 對 對啊 然後剛剛講前言的時候 呃 我不是說我被打中 我覺得那個好人就是在在講我 當然可能很多人看都會這樣覺得啦 嗯 所以 會變得是我很信奉這一本書 會變得說 我就是不要當好人 好 第一條上面寫的好人所做的事情我都不想做 除非就是應該要有什麼 女生要對我好 我才要對她好 嗯 都一定要有人家交換 以前啊 以前啊 只要被女生說 欸我覺得你人好好還不錯欸 就會 幹 不要 對對對 我才不要當好人欸 我是壞男人欸 那個內心的那個自卑感就會被激發 然後 我剛讀研究所的時候 就很多同學都知道說 欸我已經開始有在解答 開始有在跟不同的女生睡覺的時候 同學就會說 你不要看白雪萬這樣 他其實就是個壞男的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就很開心 那個同學 他講的是 用一種很佩服 很敬佩的 口氣在講 然後我那個時候就暗爽 我就說 對啊你才知道 就這樣啊 以前被講壞男人就很開心 然後被講好人就很不爽 大概到了2點這個現象才解除 嗯哼 我想再提一下這本書 就是第一條信念最後面的一段 他中間放了一段就是對話紀錄 然後他最後面他就是有講說 欸這個壞男人啊 在聊天的時候功力高強 跟這個女主角纏鬥的時候 沒有忘記要跟這個女主角挑情 甚至明白跟他講說 喔我雖然很疼你啊 但是我還沒有抱到你啊 你不是我女朋友啊 所以我不會幫你寫這份報告 然後 他就是在傳達一個訊息給女生說 我對你是有興趣的 但是我有我的生活和原則 我不可能完全被你擺佈 那如果你是我的情人 我或許會考慮看看 那其實我以現在的這個心態 再回去看這段 我還是覺得這段寫得很好啊 好不好 對啊 我也覺得這段寫得很好 我也覺得啊 嗯 對啊 所以這本書還是真的有具有他的參考價值的 但是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提出反論的地方 對啊 你看他最後面 也是在最後面這一段的歌一頁 他要寫說 對啊 你追到對方之後啊 即使是演的 或是用嘴巴說 你也要讓女生認為 在你的心裡 這個女生比你的工作還要重要 他說好人就是不懂這個道理啊 所以自己上賭桌啊 連讓女生進一步了解機會都沒有 可是 各位聽了我們問路人節目這麼久 應該可以聽出他這句話有什麼問題吧 問題大了 問題很大 第一個問題是 即使是用演的 或者光用嘴巴說 也要讓女主角認為 用演的欸 哇賽 這如果給2.0的人來看的話 肯定被罵死 對字 不真實 對啊 但是 沒辦法 這個就是典型的1.0的 呃 1.0的特色 他的本質就是這樣 那 再來 以Redpeo的觀點來看 如果你真的把女生 看得比你的工作還重要 那在長期關係裡面 你絕對 拜拜 對 不過我也必須說啦 如果你完全用Redpeo的方式 這麼硬 真的讓女生感受到說 你就是一直只顧工作而不顧他的話 那確實在長期關係裡面 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們在講Redpeo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否定所謂的 Beta特質 而是必須要做好調和 當你 這時候就會有個聲音 在你後面跟你講 Alpha Face Beta Face 對 對 就是這個嘛 那 在我們的想法裡面 我們就會認為說 確實要 要顧女朋友也要顧工作 但是我們自己要知道說 我們確實是要把事業跟自己擺第一 但是我們也不能讓女人 有被忽略的感受 這必須做好調和 但是絕對不是像 這本書裡面講的 用演的 或光用嘴巴說 幹 我以前第一次 9年前看這本書的時候 都不覺得有什麼奇怪耶 我現在看了就覺得 靠 還好有複習這本書 才會發現說自己已經有成長了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你這幾年有成長 你回去看一樣的東西 你才會發現說 有問題嗎 如果你過了10年 還沒發現這個東西有問題 那就代表你這10年都沒有成長 對啊 就這樣 所以其實 我很喜歡我們做這個節目系列 當時發想真的是 給我這個主意的那位朋友 真的是很感謝他 一來我們在回顧過去的經典的時候 就像白馬說的 我們可以理解自己成長了多少 然後對於這個東西 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我們 現在更喜歡就是 更能肯定 或是當初看不懂 現在看得懂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地方 我們原本覺得很棒棒 但是現在回去看就覺得有些問題 是啊 然後再經由我們 讓可能沒有接觸過這些書籍的讀者 可以經由我們去了解這本書 那我覺得這也是好事一件 順便幫正空你賺稿費啊 我不確定現在這本書還有沒有出版 好像還有庫存欸上次看 居然 有興趣的朋友還是可以去買一下 對啊買一下 然後一邊看一邊聽我們的節目嘛 這樣非常的 對照啊 對照一下啊 等到說紅了之後 那個出版社就會給我們一些分潤這樣 哈哈哈哈 這個小聲 哈哈哈哈 這個是 這是我們長期的經營計畫 不要跟別人講 好啦 那第一條大概就這樣 OK 那之後我們大概每一周都會上一條啊 我們就是 從第一條講到第25條 然後 我們就可以講25周 有沒有 欸太棒了 然後你不要以為我們每一條 就這樣草耳帶過 沒有 你就像我們今天一樣 聽到高品質的內容 真的 好 那就這樣囉 大家下週見啦 大家下週見 拜拜 拜拜